Sawarika,大家好,大家好,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简单快速的做一个虾酥鱼露炒卷心菜 要炒出爽脆口感的卷心菜 在买菜的时候就要注意选择重量是轻熟的 切开以后你会发现叶片之间会像这样子有大空隙 不是结实的 将卷心菜切成大块 这样子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记得要将菜心切去 切好后我们将卷心菜用清水清洗干净 同时也将重叠在一起的叶片散开 洗干净后便可以捞出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的卷心菜拿去炒会更加的爽脆 卷心菜沥干水分后便可以开锅炒菜 在炒卷心菜前我们先来炒一点虾米干 将锅烧热后倒入适量的油 接着将清洗干净的虾米干倒入 用中火将虾米干炒至浅金黄色便可以倒出沥油 放一旁待用 选用铁锅来炒卷心菜是因为铁锅全热块 能炒出卷心菜爽脆的口感 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接着将蒜蓉倒入 用中火炸蒜蓉将蒜蓉炸至浅金黄色 接着我们将炸好的蒜蓉推到锅边 接着转大火将卷心菜倒入 倒入后快速的炒卷心菜 炒到菜叶稍微的开始变软便可以开始调味 在锅边撒上鱼露这样子会更香 接着加入砂糖 然后翻炒均匀一下 鱼露在炒的时候颜色会逐渐的变身 翻炒均匀后 同样的我们在锅边倒入清水 接着加入一点点炸好的虾米干 快速的翻拌均匀便可以离火出锅 最后撒上炸好的虾米干 这一道简单的泰式炒菜便完成了 看似没有花里胡销的调味和配菜 却富含了各种的细节 咸香爽脆的卷心菜也能成为 饭桌上一道美味的抢手菜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大大 さわてか バイバイなか